下星期就要跨年 不少民众为了欢庆节日 每年都会有燃放鞭炮或是烟火 而消防局为了要让学生了解 新北市的烟火管制等规定 邓水消防复宣分队就到邓公国校做宣打 下个星期就要跨年 紧接着就是农历新年 不少民众为了欢庆节日 每年都会有燃放鞭炮或者是烟火的情况发生 而消防局为了要让学生了解 新北市的烟火管制 以及安全的燃放地点 邓水消防复宣分队日前就到邓水区邓公国校 利用早自习的时间进行教课 因为跨年快到了 那我们也会针对跨年的时候要注意的 燃放鞭炮 过年也要到了 这个燃放鞭炮很重要 那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什么地方可以放鞭炮 什么地方不可以放鞭炮 然后还有就是买鞭炮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细节 那我们在课堂上都会跟小朋友做一个宣导 那也请他们把这个资讯带回去跟家长 让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讯息 消防护宣队表示每个星期都会安排时间到淡水各国小进行宣导 并且让孩子知道放烟火的安全讯息 而这一次包括了介绍烟火的种类之外 也提出几个禁止放烟火的地点 也提醒孩童进而转告父母 就是12岁以下不行自己去买烟火 不然呢就是如果你自己去买烟火的话 店家要罚 然后爸爸妈妈也要罚要罚三到十五万元 这些都是我们该注意的 那到了夏天暑假之前呢 我们也会提醒他们去海边玩水的时候 要注意哪一些如何逃生的重要细项 学生对于消防队的教导都相当清楚 而且反应也非常快 消防护宣队说 借由这样子的校园巡回讲座 每个班级一个一个的教导 希望将正确知识传给孩子 让每年的跨年烟火意外可以减少 增加民众过年过节的安全保障 记者许多英语 对于消防报道